在看電影的時候 竟然偷牽我的手 我直接嚇到 我直接把他手甩開 我說我是一個結操的男人 我們還沒結婚你不能這樣子 AQUAMEN超純的實戀經驗 電影院被女友牽手說原地殺到 我會 那種都是突然一瞬間有沒有 殺到 我是那種 一見中情形 別人要主動一點 你不會被嚇跑是不是 不會 我會覺得他很有趣 那也要分手上吧 還是稍微 要看一下 所以還是要主動 被動的天秤男AQUAMEN 曾經說過理想型 是大嘻哈2的選手The Holy 以及節目裡的聚拍女郎 同時也是啦啦隊員的李芷玲 今年21歲 交過兩任女友的MEN 近期在直播自爆了被分手經歷 聊了大概半年之後 他也問我說要不要在一起 然後就在一起 他說 不然我明天去看電影 然後我直接回來說 XX 也不知道我不看電影是不是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說高中喔 我說高中喔 我跟你講 高中誰敢像我這樣跟父母 騙父母說 XX 我要去練舞 然後結果咧 跟女生去看電影 I'm a b-boy 在看電影的時候 竟然偷牽我的手 我嚇到 我直接嚇到 我直接把他手甩開 我說我是一個結操的男人 我們還沒結婚女朋友這樣子 我們看完電影 他回他家 我回我家 哼 來處咩 沒有 我沒有去吃飯 你知道我們吃什麼嗎 火鍋 高中那個時候 有錢吃火鍋 我們還沒請客客喔 我沒有請他吃 我只夠負負我自己的 從高一到大一 我就跟他說 Hey girl 我現在要跟你分手 嗯 沒有啦沒有啦 我是被甩的 就這樣 我來打工 他就說 我都沒有陪他 他說我沒有陪他 我怎麼被甩 因為他已經不愛我 Now Now 我是Champion 分手沒什麼好安慰的 出天理 我是 的 妹子 啊 哦 有留朋友嗎 沒有 沒有 阿華跟 靈靈在一起了嗎 沒有 靈靈對 確實很可愛 太可愛了 發明喜歡大姐姐嗎 我喜歡啦 靈靈就是姐姐啊 沒有啦 來看我 機回容 我帶你回家 去見見我的媽咪 那個我很喜歡 就是裡面的一個歌手 叫做 兩弟 一堆 再親家 一堂 二堂 二堂 二堂